台中市政府今年再度發放了物條券 讓民眾用一百元的現金 來兌換兩百元的物條券 也成功帶動全市二十九區市場 夜市跟商圈 不但如此 各大攀商也各出其招 他們自主再度加碼 推出了優惠活動 預估短短六天下來 可以帶動超過七千萬商機 讓台中經濟再創高峰 放隱旺去整個商圈積滿人潮 全都是因為台中市府 再次把錢變大了 一百元現金可換到 面額兩百元的物條券 等同是打五折的好康 成功吸引消費者前來 今年包含全市二十九區市場 夜市和商圈響映 各個攀位還發揮創意 自主推出加碼優惠活動 從二十一號到二十六號 短短六天時間 帶動超過七千萬商機 不論是吃的用的穿的 通通可以買得到 市府表示去年發放三波物條券 回收率高達百分之九九點七 今年首波渴望再創新高 在各界通力合作下 力挺行銷台中 活絡振興台中庶民經濟 這波活動不僅成功帶動買氣 各商圈都出現排隊領券人潮 也讓不少人驚呼 真的太熱了 對此市府也決議考量天氣因素 預計下一波物條券活動將在十一月再次登場 記住成績姐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